那是这一回呢 央行即将在明年1月6号 发行了建国百年的纪念钞 但是这一回钞票一曝光 很多收藏家都说好失望哦 因为呢 有眼尖的人揪出来说 这一回的版面配置 怎么跟对岸的纪念钞 这么像呢 央行总裁彭怀南 也亲自上火线赖道歉 这是央行即将发行的 中华民国建国百年钞 这是一般流通的百元钞 纪念钞百元钞到底插在哪 可能要拿放大镜来看 角落字样 民国八九印制 改成庆祝一百 几乎有改等于没改 还有这次设计的三连刷 未才切板纪念钞 跟大陆经典版纪念纸钞 风格设计怎么那么像 他们只是改几个字 用一张钞票来 来这个应付了事 对我们收藏钱币的人来讲 非常的失望 他们这是一元的四连刷 还有十一元的四连刷 一百元的三连刷 但是他们发行钞票 基本上很慎重 都有保证书 央行一月六号发行的 三十万套建国百年一百元钞 被批了无新意 骂翻天 逼得总裁 亲上火线 很多国家都在发现 总裁道歉解释纪念钞发行理由 希望不增加成本 又有纪念价值 只是这多两三句话 三人张卖五百 布置民众 能不能接受 转选朱建伟 黄明军 注意汉语台北 参观不到